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居 公族 怎么老公族啊 我可跟你说啊 三步没出居那就使妻 喂 哦 妈呀 我听 哎呀 妈 您就安心在外面学习吧 家里都挺好的 哦 帮帮告诉您了 爸升官了 他呀 他被评为社区象棋组总裁办长 喂 妹妹啊 嗨 那不是胖是瞎推荐的吗 我又不好博他的面子 我就当那个为社区的公益事业贡献一点力量 对 我给小语报老儿童组了 我告诉你啊 我还想给咱爸也报老年子 哎 我跟你说啊 我可不报啊 我这参加这比赛我多了去了 那奖我都拿腻了我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 就这样 你保重自己啊 哎 快点回来 哎 我还说呢 你说什么呀 哎 爸 哎 妹妹可以说了啊 这个 希望您报名参加 您可是老年组的一号总的选手啊 哎 我无所谓 别无所谓啊 我是这象棋比赛的总裁判长 哦 您就当为本次大赛锦上添花了 我不管 我反正给您报了啊 哎 吃一个了 今天我给大家宣布一件事 咱小区要开始象棋比赛了 我也参加 给他掌声啊 他那颜色就要掌声了 就是吧 怎么会有事呢 你们太不了解我了 我可是儿童组的 一号种子宣承 那个冠军啊 就是给我准备的 是啊 难道你们没听说过 老子英雄 儿好汉 从我们老人家开始啊 就是个高手 跟我得了冠军 欢迎大家 跟我合影留念 小语啊 我儿子差不多了啊 赶快回家 哎 怎么不欢送一下 明天的冠军 也不给他掌声 小语啊 你是不是又给小朋友吹牛了 对金鸡王子客气一点 哎 掌声你 走啊你 小语 别在那瞎琢磨那事儿啦 等妈妈回来 让他给你做油门大虾吃好不好 哎 对对对对 老弟 现在有什么要求 赶紧提 过这村没这地儿了啊 没事 小语 去 别瞧 别瞧嘛 小语啊 虽然你惨遭淘汰 但是 未必对你不是一件好事儿 惨遭淘汰 是好事儿 对啊 你有了一次挫折教育 你就会明白啊 只要有竞争 那谢吴的那老头啊 征冠军啦 哎呀 什么呢 哎呀 高兴的都哭了 哎呀 不是 小语被淘汰了 哎呀 没关系啊 明天 等爷爷拿着冠军 得了那个金鸡啊 爷爷就把那金鸡给你 怎么样 啊 一言为定 哎 也为定 好 哎 爸 你怎么知道明天 你肯定能得冠军啊 就毕祖那五老头啊 他那骑鹿子 我都侦查过了 哎 那他整个又棒出来 哎 对对对 老了也说过 那个吴爷爷呀 不管干什么事儿 都是你棒的 老瞎诈啊我 哎呀 等明天爷爷把这棒去赢了 哎 抱回那金鸡啊 就给我孙子啦 哈哈 爷爷咱们出现了去 哈哈哈哈 就什么的裁判都看不出来 二无眼了 你这不 哈哈哈哈 基本都在 嗯 嗯 看点听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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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财判 还有呢 就是 哇 请问下财判长是在这 是我 您是 下财判长 哦 壁祖第一名 吴大爷 是我爸了 哦 你好你好 请坐 请坐 你爸那棋下得不错 都得壁祖第一了 在家里乐得都合不拢嘴了吧 他要是赢了棋啊 他能合不拢嘴 他要是输了呀 您可不知道什么模样 他不会哭吧 哈哈哈哈 老爷子要是输了棋啊 那哭的就是我了 哈哈 你爸都这岁数了 下输了棋还打你啊 哈哈哈哈 他不是打我 我爸这人下棋啊 只能赢 不能输 输了就犯心脏病 啊 啊 原来在别的地方住的时候 为了这事 送了好几次医院抢救呢 哈哈哈哈 那就赶紧别让你爸再下棋了 把家里那个棋盘棋子都收起来吧 对对对 光把老帅收起来就行 让他补到江水 哎 这就是说话 咱先说现在 明天 明天我爸就要去参加冠军争夺赛了 哈哈 对 明天是跟我爸 冠亚军争夺 反正我爸要是输了棋 他就得这样 那就得叫救护车了 叫救护车都来不及了 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 我爸就是不能参加明天的关亚军争夺赛 除非 你们得保证他一定能赢 哎呀 明天你爸赢我爸 这个几率还真是挺小 我爸是业余象棋高手 得过区冠军呢 他爸死定了 哎 哎 怎么说话呢不是 反正 作为主办方 你们一定得保证不能发生这种意外的恶性事件 你不是还不好吧 等到明天比赛的时候 您把您把给锁屋里让他出过来不就得了吗 这都不弃权都该输了是一样的吗 笑开了 我还这样 我呀 我出一百块钱 您拿着他去买一个大的长毛绒的公鸡 比咱那个冠军的奖品还大的 然后再跟您家老爷子商量一下 诚心的故意的走几步错棋 去把那个冠军让给我 这还真不行 您不了解我爸那人 他呀眼里揉不着沙子 你让他弄虚作假 这肯定不行 是人不了解我爸你们 我爸他万一要是输了其心脏病要是犯了那就 犯了 不是 我的爸爸 您说这怎么办 我确实 我求您了 您就看在我爸的那一颗赢了就跳 输了就不跳的心的份上 这人命关天呢 我求您了 您别减少 您看他 不是 我不做 我放心吧 留步留步 不好意思 这 刘萱 这这这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我也上了呗 爸 我正准备找您商量点事 等你决赛完了以后你再跟我说 不 我就是要跟您说比赛的事 您了解您的对手吗 他我还不了解 那老吴是有名的透气篓子 那我怎么把他杀一个人羊马翻落花流水 爸 我就是要跟您说这事 嗯 一会儿比赛的时候您能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老虎打个短 还有半个小时决胜局就好开始吧 好 来 爸 时间紧迫 我长话短说 嗯 您的那个对手 吴大爷 他有一毛病 一输旗就犯息断命 什么 他有这毛病啊 嗯 那他不应该参加比赛啊 是啊 他说他就喜欢参加比赛 他还输不起 我觉得 要不然一会儿您让他几招 让他赢了 得了 怎么让 哎 我让我成先输 这不成了打假球了吗 这不 那我不要过了 那我不要过了 啊 别急 去去去 爸 等比赛完了 我专门给您搬一个特别奖 还不行吗 我保证您得的那攻击 比冠军得的攻击还大 这要灌出毛病了 以后他就更输不起了 哎呀 以后的事咱管不着 我现在想的就是眼前的事 您就答应我吧 我不能答应 这事本来我原本我就没打算 报名参加比赛 你直接白天 你非得让我参加比赛 我这一路不是 过关斩将 等把我的心勾上来了 哎 你又让我成心输 哎呀 你都不是成心折腾我吧 你 哎呀 爸 我也不想这样啊 关键输赢四条 这不是人家关键吗 我这刚当财卖长 你让我怎么办呢 你说 你好好喝酒 你不计记得干嘛 我好说 您答应我 行行行 那我答应你 那你说这样 等到那个比赛结果眼的时候 我不故意我露出一个破绽 来我输给他 成了吧 这就行吧 那我先过去了 您快点啊 什么 双方运动员请握手 别客气 好 坐 根据象棋比赛的规则 红先黑后 请吴大爷先走 那我先走了 灯头炮 板板掉 煎 什么煎呢 我先打发料 早晚煎是 你给我叫板是不是 借照吧 你 走 走 走 到了到了 爷爷玩真的了 看意思 无爷爷平了 你不是说你跟你爸爸说好了吗 是说好了 谁在玩真的 爸吃算了赶紧吃 我吃梨 公子 我吃梨泡 白公子 再吃梨泡 他把我猪吃了我还怎么抹这个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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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没事 没事 我 差点忘了 来这抽 你这醋我不吃了 我 我上 上满了 我赢了 我胜不住这场比赛 吴大爷胜了 将军 你干嘛躲着我们 我没有 我就是想一个人呆着 难道你们没听过那个歌吗 孤独孤独让自己如此美丽 这吹牛不爱了吧 你说你爷爷一定能拿冠军 还说你爷爷得了奖 一定会给你 你知吗我大鸡鸡 本来就是这样的 吹牛 没吹牛 本来就吹牛 你爷爷输了 冠军将被农爷爷得走了 你连鸡毛都没责着 吹牛 你们知道什么呀 我爷爷是故意把冠军 让给吴爷爷的 因为吴爷爷这里有毛病 一出去就会 所以我爷爷就把冠军 让给吴爷爷了 爸爸 哎呀 连妹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快快想走 怎么样啊 你那个总裁判长当的 怎么样 比赛已经结束 我们就自动下野了吗 哎 这么快就下野了 对呀 谁呀 谁呀 我没发现有人带我吼吼啊 吴大爷 您找我有事 咱请就吴大爷 吴大爷 您好 您好 我这找你啊 找你这个总裁判长 坐点坐点吴大爷 我把包挪挪 对对对 你坐你坐 这个 您那冠军也得了 奖片也拿了 您找我干嘛呀 我找你 我要查明真相 咱们这小区里头啊 这么高啊 不是 这么高的 这么高的孩子 都在传哪 一传十 十传百啊 我看 连家长都在传 这半个小区也都在传 传啥呀 是我得的哪冠军 是你爸爸故意让给我的 是吗 你说什么真啊 不让你怎么得冠军啊 真的 是真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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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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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胡大爷 胡大爷 哎 你说你也是小语 哎 让习的事 你哪能往外说呀 这可是你爸爸精心策划 爷爷舍己为人 为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不让胡爷爷 被救护车拉走吗 结果还是被救护车拉走了吧 你瞧瞧瞧瞧啊 早知道这样 当初我就应该 哎 我就把他给赢了 直接就把他送医院 被解案了 还用白照这么一大圈 是 哎 小语 你说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 你嘴怎么这么快啊 我跟他们说的是真话 爷爷 就是为了保住胡爷爷这条老命 才故意输给他的 嗯 说几位人 说几位人 爷爷 是不是 说的没错 哎 其实啊 这没孩子什么事 这事啊 起根上就是错的 嗯 不是我的错 那没错 不是孩子的错啊 不是他的错 是谁的错啊 你看我干嘛呀 哎 总裁判长 你过来过来过来 吴大爷 你怎么这么早就出院了 一大夫的话 我还在医院待着 那行 我提前跑出来了 哎 你着什么急啊 就得着急啊 我跟你说呀 我打七岁 我打七岁开车我就学下棋啊 我打七岁开车我就学下棋啊 长大了我赢我爸爸 进了婚以后我赢我媳妇啊 后来就赢我儿子你信不信 不信 我当然信了 退休以后我更了不起的了 我赢完了楼上赢楼下 赢完就赢了一对门 我干你 整个全弄我 全给他们杀遍了 我是无敌手啊 我是一世精明啊 不能毁在你爸爸这一盘棋上啊 吴大爷 你别急别急 没那么严重吧 他这有这么严重 我本来就比你爸爸 齐高一招 不能赢他 结果落一个 他让着我 比赛下棋啊 如果他让棋 就等于那个踢甲球一样 啊 没体育道德 一千个不战意 一万个不战意 不战意 不战意 您别急 那那那依着您说该怎么办呀 依着我说啊 啊 我 这不行 这这这这这真的不行 不行 我这叫老命啊 不战意 不战意 你 您来了 正好 我正准备跟您商量点事呢 商量点什么事 您先坐 我准备跟您商量一下那象棋比赛的事 这象棋大赛不都结束了吗 怎么还商量啊 是 是结束了 可出了一点小小意外 我跟你直说了 嗯 那个吴大爷 知道上次是您故意抒起给他的 他要求重新比赛 要不这样就得气死 不是 谁就得气死 这这就上次那个吴大爷啊 您想啊 他天天想着他得的冠军是您故意输给他的 他不得气死啊 哈哈哈哈 他是你爸爸还是我是你爸爸 哈哈哈哈 啊 你怕他气死 你就不怕我气死啊 啊 哎 他要赢 哎 我就得陪着他曾经输 啊 他要再来一次 我还得再陪他一次 哪有这道理 他说话您不急 是我觉得这挺过分的 您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 您就再陪他来一次 我上次我就看着您的面子 就把我的一致英明我都毁了我 你怎么也说这 我不说这 我说什么 我一个趋吉的象棋冠军 输给一个臭棋篓子了 我怎么见人呢 所以这次您正好借这个机会 跟他重新比过 您这次玩真的 把他杀个片家不留 落花流水 您的那个一致英明不就全回来了吗 我平常呢 哦 他想再玩一次 我还得陪他玩 我不来 不去 哈哈哈哈 你就陪他一次怎么啦 您要不陪他 他又又要学自迷活了 您让我怎么办呢 你又有话 你好好说 怎么又哭唧唧的 我好好说 您朋友 你看一样的 您是非得让我答应 是不是 那样的话 当然最好不过 我现在就去通知吴大爷 谢谢 爸 爸 你慢点慢点 你怎么了 你可别吓唬我 不就一场相机比赛吗 我现在就去通知吴大爷 咱说什么也不比了 没得让他 你真的ruck 好